常有秘密基地的小卧室 常规卧室本不大 一般布局都是床放房间 衣柜摆旁边 书桌放床面 紫豪 安生看起 觉得房间不够大 还没有几次空间 随着年龄的增长 紫豪的东西也越买越多 收纳的空间也不够 每天都能继续中心学习 优心的老母亲绝对 用几根镀心床管做冲销 底下几根力度做支撑 外包还保护式面 铺上专业排骨架 透气不反潮 网上淘个床垫就是床 靠墙座椅组上风柜 不仅能收纳紫豪的小玩具 还能当床头柜使用 开关插座装炒头 手机充电也不愁 床头贴软包睡觉才不会逃 二 靠墙座椅组包柜 放满紫豪从小到大 都爱吃的的小零食 下方放个小冰箱 咖啡可能采取游戏的标本 旁边连接座书桌 放上顶配游戏电脑 这里就是紫豪的电脑 上面挂上洞洞板 紫豪的游戏设备全放下 用个墙划分区域 安装假窗就是紫豪的秘密人体 再装个线形感应灯 半夜起床不摸黑 打开窗户不仅通风采光好 紫豪半夜打完游戏 还能纵身一队 直接躺朝上 休息非常方便 三 旁边坐到顶大衣柜 上面放过记得被褥 下面紫豪买再多的衣服也够管 安装玻璃柜门 不仅美观还完成 旁边延伸坐扑形书桌 这里就是紫豪为未来动作的地方 上方用几块木板做架子 紫豪喜欢的绿纸板件放这里 旁边再买个可旋转的书架 紫豪的学习书籍再多以后放 四 靠墙坐到底收纳柜 紫豪的玩具杂物全收纳 关上柜门美观也完成 下面同体收纳紫豪的内衣库瓦 空间一点也不难 小卧室这样装 区域化个扭却 既有休息区 学习区 还有紫豪的秘密基地